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中共三大军人枪案疑云未散又有新问题 中共内部清洗的整军敏感期 网络热传1990年代北京军区一连长入京复仇惨案 而盘点过去每隔十年都有类似事件 至少有三桩军人枪案,船与社会问题关联 但由于当局封锁,疑云未散 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整军力度极大 加上经济不好波及军队 军心不稳,当局虽然极力防范现役军人爆发枪案 但一旦时局有变,军院爆发是可怕的 卫戍区军官携步枪闯入北京城射杀数十人 1994年9月21日 驻扎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卫副连长田明健 用八一步枪,200发子弹 在部队操场上打死团政委等几人 劫持汽车,打死几名平民,来到使馆区 大批军警赶到同田明健激烈交火 当时,伊朗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尤肃福穆罕默德 皮士科那里开车送孩子上学 被田明健开枪打死 死的孩子一死两伤 还有17名路过的公共汽车乘客和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被打死 打死打伤几十人后 田明健被特警狙击极枪手射杀 美国之音当时引述报道说 田明健是因为妻子怀二胎,被强行堕胎 丧子妻并微一怒之下,才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但有官方媒体似乎有意从维稳的角度给了另一个版本 称田明健平时追名逐利,对下属随意打骂 还曾为升职向团部领导送礼 后因被停职反省,升迁无望,决意报复 相对而言,这个官方版本可信度极低 沈阳军区四士兵携枪出走,遭击毙 2011年11月9日,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东北军大本营 沈阳军区驻吉林市65,331部队 有四名年轻士兵带一支95式自动步枪和795发子弹 没请假离开营房 10日下午在府顺一带高速公路被警方拦截 警方击毙三人,勤获一人 这一起军人集体脱队事件,在中共军中非常罕见 财新网当时有博客文章介绍这四名士兵的基本情况是 林彭汉,列宾,18岁,沈阳康平人,暴化兵,李欣欣,列宾,18岁,湖南少阳人,苗准手,张欣妍,列宾,19岁,黑龙江庆安人,苗准手,杨帆,中士,24岁,辅顺人,套修兵 当中只有杨帆是2005年入伍的老兵 中共官方和民间各种报道和网上消息都没有提到 四人为何要出逃 四名军人出逃,为何只带出来一支枪 有网民指,是带队的班长家里遭强拆 所以其余三人处于一起同行相助 但官方封杀消息 财新文章称,这个案件最值得思考的是军人出逃的动机 他们都很年轻,为何出逃 蹬向何处?持枪目的? 必须全面查清,整顿军纪,对社会做一个交代 但官方无下文 珠海军官因怀孕期及腹中胎儿 枉死在医院大开杀戒 不变剧名的知情者向笔者爆料指 1990年代,在珠海妇幼保健院 一名军官将突然临产的妻子送到医院 身上没有带钱,工作人员要求必须有钱才能住院 军官将军官证,甚至说把手枪压下 但工作人员拒绝 等军官回家取钱过来 孕妇连带腹中胎儿已经死亡 该军官拔枪怒杀多人后自杀 这一消息随后全部被封锁 只有当事的一方人员知晓 报复社会固不可取军中枪手 会将枪口转向独裁者吗? 前边几桩枪案 军传与社会上的不公对待有关 但像田明建案,枪手没有去针对当权者 而是滥杀无辜,这还是属于人民互害模式 和当下大量出现的报复社会血案一样 都是中共暴政的洗脑和高压造成的 习近平上台后,增加军费 给士兵加薪和搞军署免费医疗 显然都是为了稳定军心 习透过选择性反腐,不断清洗军队 让军中亲信强力控军 加上封锁消息更严 这些年确实没有军人枪案被曝光出来 但随着时局变化 中共这些招数就不一定灵了 今天的中共军队又有新的情况 相信一旦军人对内动枪 就不是对普通民众 而是向着共产党的独裁者 新的情况之一是现在经济不紧 财政困难 军队也受到影响 2020年以来 三年疫情之下 严格的清零政策 掏空了地方财政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 公务员将新潮 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 津贴,奖金取消或减少了 清零结束后 中国经济依旧继续下滑 去年底 有知情民众向大纪元表示 将新潮已从公务员波及到军队 有退役军人透露 他在部队的很多战友 由地方发的补助 已停发半年 情况之二是中共内斗不止 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对军队清洗 多是秘密进行 只见军头被免职 及免人大职务 在最近两会上 被罢免的20多人大代表中 有近一半是军方代表 这一方面表明贪腐不决 另一方面或表明军中 出现了许多对习不满的将领 包括习亲自提拔者 也突然失踪 将领密集失踪 对军心肯定有影响 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 在社交媒体爆料说 受到清洗的火箭军军心散了 与半数校尉军官想转业 中共军报早前也披露 军方在做火箭军基层思想工作 要听他们的真实心声 问题还在于 许多下层军人都向领导送过钱 希望有机会或提携 但这些领导却突然被抓 另行会者血本无归 心生怨气 这一点 军方是无法做思想工作的 情况之三 是由于当局不断宣传备战台海 也让军人感到危险在即 近年官方不时披露 有人抗拒服兵役 间接反映出 许多人是怕被处罚 而不得不服役 这可能是战事军队 发生滑变的一个隐患 中共历来相信握紧枪杆子 就能护党 习近平上台后 更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 压保军队保自身安危 外界一些专家认为 在专制现状之下 中共军队发生兵变较难 但随着政权整体危机加剧 一旦中共对外发生战争 或是国内政局生变 这把被军院充满的枪杆子 未必能控制住 就会反噬中共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